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8年4月18号我们召开党团协商 那司法院有提出来237条之18及237条之20的立法理由的说明修正 那审查会保留条文军人带继续协商 那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份协商用的这个版本 里面总共是7条 那我再确认一下我们上次协商的方向 就是有道场的委员 大概协商的方向的共识 237条之18就是立法的说明有修正 那237条之20立法的说明也是有修正 那条文的话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 那237条之24 237条之25 之前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是内政部有一些疑虑 那后来经过说明跟讨论 现在内政部也没有疑虑 就同意这个司法院含请审议的版本 这两条 那现在就是237之29 上次讨论的时候就是有委员的建议修正案 就是在第一项的第一段文字 都市计划经判决宣告无效或失 无效然后顿号失效或违法确定者 我们文字就修正调整为这样子 那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237条之29 那大概现在文字我们就是修正成这样的方向 那现在还我们待会可以再讨论的就是 237条之28跟237条之30 那就请这个司法院跟内政部再来说明 请司法院再来说明一下 现在剩下这两条条文大概 我们再讨论一下 来简厅长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关于237条之28 这个委员有提到就是说 要把这个违法做认为都市计划违法的这个 把他类型化把那个原因把他类型化 那这个部分呢之前已经有说明了 就是说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实体法 我们这个部分是一个诉讼法 那实体法上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操作 这个要由这个来实陆去发展 会跟我们的都市计划法会比较能够有一致的处理 那关于就是说 委员提到的关心到就是说 关于都市计划如果宣告违法的时候 要命机关以判决的意志为必要的处置 预期的话要让这个都市计划失效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掺着到237条之29 我们关于宣告都市计划违法的时候 我们在237条之29的这个第五项里面 已经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宣告都市计划违法确定者 那相关机关应在判决意志为必要之处置 这个部分能够在理由已经去彰显 这个是关于28的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委员认为说 到底有没有必要去保留这个 关于宣告违法的这种裁判的宣告形式 那跟再次的说明就是说 都市计划除了有违法了以后 我们法院来做一个无效跟失效的时候 会让这个法规范的这个效力呢 可能致死或者是向后的失效 但是在考量这个都市计划 是一个很计划的一种联动性的 的行政作为下面呢 我们在保留行政机关 有一定的这个弹性哦 就是在一定的利益衡量下面 在让它保留一个 法院一个宣告违法 让行政机关 基于它的专业的权责呢 去做一个必要的处置哦 以上报告完毕 好 谢谢 那请问各位委员 这个对梁百 对我们今天这个协商的条文 还有没有意见 那梁委员 再一个委员 那个237至18 我们并没有同意说 就是依照那个司法院的版本 就这样过 有委员 之前我们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是说就那个立法说明 在做修正 之前大家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的方向是这样 那他们现在有提出修正啦 在今天这个协商用 上一次我们就 对 我把它放在这个资料里 是 这位 radio 在我们之前想过 这位 我们之前发现 因为我们现在大的 她们在伏 jo 她面对 好 她们 我们在我们 我突然 我突然 我们的 还有 來 中委員 對 剛剛不是要你的發言 因為針對那個條文237-30 因為之前我就有相關的意見跟看法 因為畢竟在都市計畫正式發布時之前 用已經審議過的都市計畫 作為徵收計畫的依據 那都市計畫是在該區段徵收公告後 才發布實施 那此種可能對當事人無法及時提起 都市計畫的行政訴訟的救濟 搞量先行區段徵收的特殊情況 被害人民的利益權利是否較為嚴重 是否至少在後面的保全程序上面 可以讓他有依據 可以停止執行 不要等到執行判決確定之後 才來停止執行 舉例如果那時候房子如果被拆除完了 那對人民的相關的實際的權益的保障 沒有實在的意義 所以當時我也特別提出來 那今天 今天的 我不知道 司法院這邊還有什麼相關意見跟看法 來 司法院請說明 是 委員垂巡的是237條之30 也是委員特別關心的先行區段徵收的問題 那跟委員報告的就是說 237條之30呢 我們這邊的這個保全處分呢 是針對一個法規範的保全 所以跟先行區段徵收的這個停止執行 這個是不同這個位階的問題 如果在先行區段徵收處分 已經先下來的時候 如果有停止執行的必要 我們可以透過行政訴訟法116條的這個規定呢 去停止執行 所以這個部分 委員可以跟委員說明就是說 這個部分在一般的行政 在行政處分方面已經可以處理了 那237條之30是針對 我們要在規範審查訴訟的這個 訴訟標的的這個法規範 去做保全 那跟委員報告 就中委員他關注的是先行區段徵收 他如果去提行政訴訟 可不可以先停止執行啦 那那個部分應該是 在那邊的有規定嗎 行政訴訟法116條 就是他可以去申請嗎 是 他跟本章的訴訟就是不一樣 所以他透過這個116條可以來處理 你知道在訴訟過程當中他提 但是你到後面最後那一個 那一個都市計劃的一個審議 已經通過公告之後 你可能我在行政救濟上 在中間這一段時間 可能就沒辦法做行政上的一個救濟 你回頭看看顏條文 跟委員報告 先行區段徵收 因為他是先於這個 他其實也不是叫先於都市計劃 而是說他在土地徵收條例 他在立法者 他已經把這個先行區段徵收 跟都市計劃法脫鉤了 他可以不用抵 我們在都市計劃法裡面是規定 不得抵觸都市計劃法 但是土地徵收條例 他特別規定先行區段徵收 他不受都市計劃法第52條之限制 換言之他的先行區段徵收的這種 這種模式 他立法者他在這邊做了一個選擇 他是在都市計劃的框架之外 先去做先行區段徵收了 那先行區段徵收 那個處分一下來了以後 他不用等到都市計劃 就是委員關心的這個停止執行的問題 他不用等到都市計劃發佈以後 他就可以處分一下來 他就可以這個 依照行政訴訟法116條的規定 先去做這個停止執行 假設有這樣的疑慮的話 所以不會有這樣的 就是關於先行區段徵收處分 不會有所謂的這個空窗期 你剛剛提到的就是有關保權程序的 能夠讓用行政法院依職權裁定執行 停止執行是嗎 對在116條的停止執行 有這個這樣的模式 就是可以用這個停止執行 依申請或是依職權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應該再說明來 沒有依職權啊 還是要申請吧 就是說116條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這個設計了237條之30 但是是針對於法規範本身的一種 效力的凍結 所以他這個部分 我們是只有一申請 沒有一職權 這是基於權力分立的這種概念 那個先行區段徵收 那個訴訟是撤銷嗎 他是一個撤銷訴訟 撤銷訴訟 憑政訴訟法第4條 那所以他的那個停止執行 就是回到那個總 一般的訴訟116條 他他的保全也是回歸到一般訴訟的方法 當時的重點是在於 如果都市計劃 如果當時的公告的時候 是違法的時候 是還在正義中 那法院是否敢裁定停止執行 因為當時一直在討論的就是這一點 可能 停止執行的這個是例外啦 對不對 對啊 不管是一般的行政訴訟 停止執行都是例外啦 還是要綜合各項判斷啦 但是就是中委員 你擔憂的那個其實就是116條 會就可以處理啊 我剛剛馬上Google一下那116條 你110你再會底下給他豁爛呢 你116條你全部看清楚看看 我不是懂法律的 但是我文字還看得懂啊 不然主席你看一下116條 你前面有一本 不然你Google裡面去看 你處分之或是決定處理法令 你有規定的 不言提起訴訟而停止 那個報告委員 這個還有第二項 第二項就是 行政訴訟系統中 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 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且有疾破刑事者得依職權或依申請裁定停止執行 但依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 你又給我看後面你給我講前面那一段 來 請說 跟委員報告 這個絕對不敢呼籠委員 就是說這個條文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實務上的操作就是 先行驅斷徵收的處分 我們是定性為一個行政處分 那它的相關的停止執行呢 確實就是依照116條來做這樣的處理 我們現在在很多的這種土地徵收的案例 或是說一些行政處分的案例 實務上也都用這條在操作 這跟委員報告是 沒有 但是因為就是因為你新修這一個條文之後 就跟原意就不一樣了 我現在如果再用你剛剛講的116條去處理 也沒辦法去做後續的處理跟因應 那個結果還是一樣 是 跟委員報告 237條是30 它不是在處理先行驅斷徵收處分的那個停止執行 它是在處理那個基於都市計劃法的法律位階 所以 行政機關基於這個法律位階所下的一些行政機關 所做的法規範的這個審查 當訴訟標的的時候 針對這樣的法規範 我們要給它做一個讓人民有一個保全的一個途徑 所以是230 所以我就一直在問你們 如果都市計劃老師如果是違法還在爭議中 法院是否敢裁定執行 停止執行 他如果合乎這個要件的話 這個法院 之後咧 因為你後面還有一個公告之後咧 你從前那一個給人民的一個救濟的陳情的時間 跟你公告之後那一段時程 那你要怎麼說 我的重點還是對於這些 不管是一夫兩婦 我們都是希望追求的是一個公平 最起碼讓這些民眾朋友有行政救濟的一個機會 你不要連連連連這個機會都不讓給他 是委員其實對於委員 我們從一開始審議這個法案 我們都非常了解委員 關心到這個先行區段徵收的問題 其實委員這樣的提示 我們也對這個議題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一直在釐清這樣的法律關係 也一直在想像說 我們在這樣的行政訴訟的這個都市計劃審查程序 他這一個訴訟法的一個救濟的條文 他到底要有什麼樣的功能 他要把實體法上所產生的這個立法者 所已經做價值選擇 把先行區段徵收放在都市計劃法脫鉤 放在都市計劃法之前去做的這個情勢呢 到底是不是應該要包納在大法官 四至七四二號解釋的這個框架下 他是要用都市計劃法的這個為先位概念 所架構下面行政機關所發佈的這個 已經對外生效的法規範 來做一個我們的訴訟標的 那至於這個先行區段徵收的部分呢 因為他已經脫移了 脫移這個規範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填補這個 這個委員所非常關切的 非常在意的這個先行區段徵收 這個部分先行區段徵收 已經跟再次強調 就是先行區段徵收 他的處分一做了以後呢 他要在一年內發布都市計劃 他是有很大的可能 他是會被附帶審查的 會有附帶審查的機會 那如果先行區段徵收 剛剛委員非常擔心的就是說 房子被拆了或是怎麼樣 他在行政處分的當中 他就可以依照一般的這個訴訟的類型 去提撤銷訴訟 甚至從116條或是298條去做一個保全的處分 所以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我還是要跟你講說你一直講116 法院真的敢用116第二項財丁執行 停止執行嗎 你真的敢嗎 那個司法院我來請教一下 因為116條我們是在處理一般行政訴訟的 停止執行問題嘛對不對 那237條之30是在處理都市計劃審查的 停止執行的問題嘛 對他的標的是法規範 那為什麼116條跟237條那個立法的文字 會不一樣就是 呃 有237條之30就是一項嘛 那我們在116條原則上是先定說 他不應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 但是有那些要件的話是可以的 就是說那時候立法的考量 為什麼這兩個不一樣的一個規範要件 對 跟委員報告 我們237條之30 比較類似一般訴訟的298條的那種假處分 116條是停止執行 所以我們在法規範的這種 類似這種假處分的概念 我們是規定在237條之80 因為他是要暫停他的 凍結他的效力 所以我們是比較 他是類似於這個一般訴訟的200 行政訴訟法298條的這個 這個假處分的一種概念 那委員關心的是這個 區段先行區段徵收的這個 停止執行的問題 市長 你剛剛說的都沒有錯啦 先行區段徵收的問題 你確實很難在我們這一次 在程序法中裡面 能夠能夠 能夠處理的啦 我也沒有否認你 你講的話 我只是說 區段徵收的問題 本來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我們訂這一條230條之30 最主要是讓這些民眾 還是有行政請求救急的權利 是不是在說明欄裡面 能夠能夠舉例清楚 能夠舉例清楚 能夠舉例清楚 不然在這邊你只耗下去 現在所有的問題就是在區段徵收 那裡區段徵收又是根據的這個都市計劃 那都市計劃又還沒有生效 所以呢就變成我們一直在那裡轉圈子 跟委員報告 現在先行區段徵收的問題 並不是由都市計劃法所產生的 它是因為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的特別規定 所以它的立法看來它是已經拖曳掉都市計劃法 它已經明白規定 它不受都市計劃法第52條的限制 所以它已經是一種很特殊例外的 倒置到計劃法以外的一種特殊的一種開發方式 我們可以這樣講 它已經不受都市計劃法的一個 52條的一個框架的束縛了 所以很難講說先行區段徵收 它還是在跟一般的這個開發計劃 是做一樣的看待 因為它真的是已經立法者選擇把它脫鉤掉了 那我們今天 陳如剛才這個中委員講的 就是說我們協商了很多次 我們今天基於大法官會議742號的這個解釋 我們也是希望人民能夠在這個 獲得一個及時跟預防性的一個權力救濟 都市計劃法下面的由行政機關 依據都市計劃法下面去做的這個法規範非常的多 我們如果能讓這個條文可以趕快通過的話 很多就是說它的很多的開發下面的很多種類型都可以透過這一張能夠獲得全力救濟 至於先行區段徵收它已經拖替都市計劃 我們是不是適合在這個訴訟法裡面去處理到立法者在實體法所產生的這種特殊形態的一種開發方式喔 就請委員斟酌謝謝 好我想中委員跟郵委員他們就是擔憂啦 就是因為先行區段徵收這個這個訴訟 他不一定能夠審查到後面的都市計劃啦 那重視就是後來的都市計劃被審查有無效或者是違法 那對前面的那個部分也沒辦法救濟啦 只是說可能這個都市計劃的審查 司法跟行政的這個這個奮計啦 可能可能我們還是這個體力上面還是有它這個制度上面 三權分立兩權這兩司法跟行政之間的一個奮計 那是不是說就就因為我們大概能夠在立法理由做修正的 我想大概我們都會去做說明啦 那主席是在這邊建議我們嘗試的把協商結論的文字寫出來 那就看看這個各個黨團要不要簽名 那因為這個也是有大法官會議解釋742號的一個指示 那這個時間點也已經就是有拖到 所以我想大概還是有這個案這個立法 都市計劃審查這個立法還是有它的急迫跟必要性啦 那主席就在這邊做協商結論的文字 然後就請各個黨團來簽名 看看是不是可以順利來完成 那如果沒辦法我們還是送到院長那邊去協商 因為我們待會還有一個施刑法 還有一個刑訴訟法要協商 第一個協商結論增訂237條之18 增訂237條之20 增訂237條之24 增訂237條之25 增訂237條之28 增訂237條之30 條文 條文予以修正相附件 三立法說明修正部分相附件 四其軍教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進行 接續協商行政訴訟法施刑法 增訂第14條之5條文草案 那這個之前在委員會並案審查 司法院涵及審議行政訴訟法施刑法 增訂第14條之5條文草案 即委員李彥秀等16人擬據行政訴訟法施刑法 增訂第14條之5條文草案案 前108年4月18號審查 決議院會討論前虛交由黨團協商 那我們現在開始協商 那就是這是配合這個母法 配合行政訴訟法的條文修正 那如果大家沒意見的話 我們就增訂第14條之5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那就是這個配合 好 那就是閑商到辭職學會 第三個時間 好 那就是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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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請問問題 第二段鞋商就結束了 好